男子自然在高一候诊区走动 接着县城传出巨大枪击声响 只见黎明男子头部胸部中枪身亡 而犯案后凶手快速步出急诊逃走 不过整体案件 警方在短短四小时内顺利逮到人 松贤路往十七号晚间移送 而这一切归功于这通关键 破案电话 由于之前有被这个李小队长 犯过好几次 所以跟他大概有点交情 他就有主动跟小队长联络 那小队长就有劝他 也是讲说自然事情发生了 那就出面来面对来解决 住姓嫌犯有多达六十多条 前科作案记录 有多次落在老刑警李江泉手上 不过在他逃亡期间 还是选择致电吐露心情 经过刑警苦劝 才探出逃亡地点 成功破案 不顾一旁大批民众 大胆在医院对手是有人开枪 疑似嫌犯积怨已久 根据死者的朋友透露 一切都是为了钱 嫌犯是他的算是司机 金钱纠纷让嫌犯在过去好几度持枪威胁 过程中还因为拉扯擦枪走火 2014年跟早上死者岳父 他这个有吸毒的状况 所以中间一直就是勒索不顶 也是有带枪 浅康累累的嫌犯 三年前因为离癌 迟到自己时日不多了 想一次和死者了结 这回才会选在人多的医院 近距离开枪 但为此他也要付出 相对代价 好人新闻能完成信任 高爽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